高铁今天进行两年一次的大演习 这一次动员锦销加上工勤总队 总计大约有700多人 场面十分浩大 董事长欧静德亲自南下都军 不过大家关心的焦点还是高铁的票价 欧静德说呢 明年三月就会推出离风时段优惠价 民众不用抢早鸟优惠 也能买到便宜的高铁票 台湾高平地区发生强烈地震 高铁展开地震灾害模拟演习 假设列车行径中遭遇五级以上震度的地震 造成人员受伤列车脱轨场面逼震 行控中心联络空勤总队紧急勘灾 高铁通车六年多来 碰上二十二次四级以上的地震 因应台湾地震台风 防灾系统一再改良更新 这些模拟演习就实际运用在 今年六月二号的南投六点三强震 你的资讯会回报到我们这套系统 我们可以看到说 各地有哪些比方说路数倒塌 比方说围离毁损等等 我们可以赶快进行补救 董事长欧靖德亲自督军演练 不过大家最在意的还是票价折扣 之前临时董事会决议延长优惠到明年底 立委闲高铁不够大方 除了早鸟优惠外 平时的票价也该折扣 才能让民众看得到买得到 某一些叫运量需要去刺激成长的时段 我们提出一些优惠措施 最可能的执行时间可能在三月 这样子对于整个服务系统的品质 可以维持它的完善 至于三则的超级早鸟票 粗估将占早鸟票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但推出时间要是修法进度而定 来先试看看 那么它的刺激成长的情形 跟它的损失是不是合理 如果是促成额外运量的成长 那也不妨继续试 为了乘客安全 高铁展开历年来规模最大演习 但如何在涨价之时继续提升乘客数 更是高铁维持运作的一大课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高雄报道